世界文學的台語 翻譯有一個文章跟羅星文 羅星文是日本第一篇 小說選擇 本帝主席是日本文學家 蓋川龍旗蓋 內容許多人生的地學 這個翻譯主席是林東營 他表示說 自己本帝是台語文的 青梅孤 是六十七歲退休之後 才開始後下 他希望用自己的議員能力 把台語的地底保留下來 獎勁給社會 我不是拍冠婦的人 是經過這個 拉小夢的流行者 我現在找三家報的 他主演王開信的配音 實在出味道 這段是日本文學家 蓋川龍旗蓋 第一篇小說拉小夢的一部分 最近沒有辦法 文化出版的 第一篇小說選拉小夢 跟八篇蓋川龍旗蓋的作品 揣造台語文 反映像是今年七十四歲的林東營 也表示自己以前 沒有想要關卡第二選 是六十七歲退休 一後才到後下 我都退休了 那種一種 自己願意 自己鬆開 還有看能不能最好的 有一個富三民 讓人有得到錢 就去幫忙 剛好就是說 田春鮮 田春鮮 在照顧一個經典修飾的待遇反應 我就想說我日本會說五十年 跟日本人做成立做十句 我就來去看試試看 改川龍這次是一百九十年出席 一四人下賣四百坪地平修飾 是日本近代文學三大做家事業 如果想日本地平修飾算 地財包括對外表的寡議 對外表的不安 還是對省後的宿客頂點 出版社表示 這些都很大人的生活 也很適合青少年跟台語文組合 我們很希望就是在本土語言上面 能夠給我們的讀者更多的選擇 然後再來是流傳台語這件事情 也是我們很希望努力的一個目標 和法律製品起來 日本台語環節的消失算 包括環節配音深刻頂點 有這次思考案子 出版社表是有得很夠工 不過這都是為了 要跟台語的電力保留下來 所以占對南修本 日本製的陰謀的環境民會 要就換一隻韓普雁元 來各民眾開港 記者陸雄族鄭尊優代表憲法蓬德